奇怪的飞机我们也讲了不少了 但今天要讲的这架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 因为它是坐在炮脚筒里面飞上天的 不信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错 它叫做C450甲虫 代表着法国在上世纪50年代 对垂直起降飞机的一次尝试 想要垂直起降我能够理解 但为什么非要拿个炮脚筒来当机翼呢 我就实在是想不通了 我是百科全素火箭书 今天我就围绕着三个方面来说一说 这架有趣的飞机 第一个是要交代一下它诞生的历史背景 第二是讲一讲为什么它要特立独心 用这样一个环形的机翼呢 以及为此衍生出来的其他黑科技 第三为什么它会最终失败 造成它失败的致命缺陷都有哪些 好了今天的内容会比较轻松 点赞关注转发之后呢 搬上小板凳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关于垂直起降 人类其实已经梦想很多年了 被画家耽搁了的科学家梁拉多达芬奇 在他留下来的几千页的草图当中呢 就包含了一架能够垂直起降的飞行器 所以后来没有悬念的就诞生了直升机 但直升机有个问题啊 跟固定飞机比起来它飞不快 而固定飞机呢 又必须要有一根笔直的跑道 才能够飞起来 平时站地方打起站来 更是一个白送的目标 所以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将直升机的起降优势 和固定飞机的速度优势结合起来呢 工程师的脑洞向来都很大 怎么可能没有呢 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 把一架正常的固定飞机立起来 起飞时跟直升机一样 螺旋桨冲上转 只要发动机够猛啊 吹出的空气够多啊 就能够把飞机拉离地面 然后再想个办法把它转平 变成一架正常的固定飞机的姿态 螺旋桨冲前转 不就能够飞出去了吗 所以啊 几乎在同一时间 很多国家都在开发类似的 把屁股坐在地上的垂直起降飞机 它的官宣名称叫做 伟座式垂直起降固定飞机 其中的代表有美国洛克希德的 XFV和康威尔的XFYPOGO 它们长得跟一架普通的螺旋桨飞机 区别不大 也有正常面积的机翼和尾翼 只是立起来之后 有种把飞机开出火箭的感觉而已 哪怕更寂静一点的 把螺旋桨换成是喷气式的瑞安X-43 看起来呢 也是一副老老实实的飞机模样 这就没劲了嘛 既然造的是一架前无古人的垂直起降飞机 怎么就不能把布置卖得更大一点呢 在这一点上 法国人反倒是交出了满分券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它造的这架垂直起降飞机 你还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叫它飞机了 而且事实证明 它的确就不是一架飞机 它更像是一台可以飞行的发动机 好了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的讲讲这架C450甲虫 环绕着机身 这个看起来像是炮脚筒一样的东西 其实是它的机翼 它叫做环形机翼 其本身的优点还是比较明显的 第一是不会产生一肩涡流 能够有效的提高飞机的飞行效率 至于什么是一肩涡流 我在这一期的视频里面有讲到过 如果还有不清楚的朋友 可以一步过去看一看 我在这就不赘述了 第二是可以减少占地空间 不必像一些需要搭载到航母上的飞机一样 为了节约空间 还必须要把自己的机翼折叠起来 既麻烦又浪费时间 第三这个脑洞就比较大了 谁说它只能是一个机翼 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发动机的整流罩 然后整架飞机就都是这台发动机的核心了 法国人的确是这样构想的 他们认为这架C450成型之后的样子 就该是一架装着冲压发动机的飞机 速度应该可以超过两马赫 所以冲压发动机就是靠自己的前进速度 来压缩吸进到发动机里面的空气 使它不需要压缩机模块 就能够获得进入燃烧时的高压空气 可以参考的对象有SR71黑鸟上面的那台J58发动机 你看C450的环形机 是不是像极了长着一张大嘴的涡轮发动机的进气口呢 既然一口气能够吞下这么多的空气 那干嘛要白白浪费 还不如把它们全部压入燃烧时 然后大力出机器飞出一个好成绩 所以这么看一切就都合理了 它首先是一台发动机 其次才是一台可以控制方向的发动机 那么接下来就该要想办法来控制它的方向了 为了实现这点 不得不说法国人是想出了很多 完全不属于那个时代的黑科技的 咱们随便举两个例子来感受一下 矢量推进和压抑 先说矢量推进 C450为了在垂直起飞后转向到水平飞行 在发动机的喷嘴里面安装了偏转叶片 可以改变喷气的方向 从而实现转向 这个虽然没有直接旋转喷嘴那么高级 但也是一个矢量推进的方式 恰好我前段时间看了一段SpaceX测试星舰的视频 在星舰回收落回地面时 其姿态不是垂直 而是有些平躺着的 这应该是为了更有效的减速 但最后它还是必须要垂直降落的 所以在接近地面的时候 火箭发动机会再次点火 并且利用矢量喷嘴斜着喷射 来将原本平躺着的健身推成垂直 这个不是跟C450从垂直变水平的方式一模一样吗 可是星舰它砸了 回到60多年前 法国人就想用在今天都不一定能用的好的技术 这科技黑的程度堪比黑洞了吧 再说压抑 这也是一个在没有电脑辅助的情况下很难控制的东西 而C450偏偏就把它给装上机头了 为的是能够将平飞状态改变成垂直状态 然后降落 我首先是很佩服这些法国的工程师 但转念一想 不对 更佩服的应该是那些敢亲自上阵 去试飞这架飞机的试飞员了 不同于如今我们在设计飞机时 可以用到电脑模拟 那个时候你要打某一架飞机出来 试飞员的角色基本上跟工程师没太大区别 但冒着的风险可是大不一样 1959年7月 在C450最后一次的试飞当中 当飞行员准备挑战从垂直过渡到平飞时 甲冲突然失控 接着一头坠回到地面 万幸的是飞行员在最后时刻成功逃生 但这次坠机却彻底宣告了C450的终结 甚至也宣告了对这种 伪座式垂直起降固定飞机的尝试的终结 那么究竟为什么C450会最终失败呢 大概有以下这几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这种圆滚滚的环形机 让飞机在垂直降落时会很难去对抗滚转效应 使得控制起来变得极为困难 滚转效应是一种让机身围绕器轴线缓慢旋转的现象 SpaceX在早期垂直回收火箭时 也遇到过同样的难题 但人家能够通过21世纪的技术手段解决掉 60多年前的法国工程师 该拿什么来拯救自己的脑洞呢 第二个是像这样全靠发动机出力的垂直降落 一旦发动机遇到点故障就全完 一点溶余量都没有 而不巧的是 那个时候的涡轮喷机式发动机呢 明显还不怎么可靠 第三个是不说降落 就说即使能够顺利转到平飞吧 环形机本身也是超难控制的 而原本用它是想着它还有挺多好处的 比方说减少涡流带来的诱导阻力等等 但为了能够把它装到机身上面 就需要一些其他的辅助结构 而这些结构都会带来新的阻力 这一阵一反 好处清零坏处却一个没少 还用它干什么呢 所以法国人这一波试图挑战传统的设计 最终没能够成功 垂直起降的固定一飞机 在等了几十年之后呢 还只能长着一副大众脸 一点也不浪漫 好了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 讲给你听 我们下期再见